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盐是餐食的佐料,同时也是我们身体的必需品 每当大灾难开始时,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豚盐 可见盐对于人类来说有多么重要 我们都知道,盐普遍有三种来源 有的盐来自于海里,有的来自于湖底,还有的来自于景况 这三个地方都是产盐的场地 那么大家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盐山在哪里吗 这个地方堆积了近三亿吨的盐 游客们如果想要下来的话,就必须带走一包盐才可离去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盐山就位于德国黑森州 这座盐山高耸入云,总面积达到了98公斤 盐山高530米 然后十分有趣的是,盐山每年都会增加5米 每增加5米就会增加640万吨盐 或许大家都会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 毕竟地球的地壳运动使每一座山每年增加5米 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其实,盐山是人为堆砌的 并不是来源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在盐山下有一片采盐场 采盐场以前是一片海洋 同时也是内海的低袜处 后来地质发生变化 盐就出现了 然而,采盐场并不是直接提取盐 而是开采甲碱矿来提取甲盐 而且,甲碱矿中只有35%的甲盐 65%都是绿化钠 随着每年产生的盐越来越多 绿化钠也堆积成山 整座盐山就像是一座天然的雪山 盐间的游客发现后便成为了当地非常壮丽的一片自然景观 每年都吸引大量游客的到来 而盐的开采对当地环境的影响非常大 盐山周围几乎是寸草不生 给人十分荒凉的感觉 当地人为了保护环境 于是便决定让每一个来盐山观看的游客 都带一包盐回家 要是如此 盐山的窘境还是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大家想一想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合适的办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